昨天則如沖公園開槍案 再多一個人死亡 事件造成兩死兩傷 其中一個男傷者的情況嚴重 被捕的44歲女人 是死傷者的兒生女 她涉嫌謀殺和企圖謀殺被捕 在她身上檢獲的槍是非法藏有的 據了解她拒絕透露槍的來源 汪浩然報導 疑犯的阿姨左手中槍 在傷者中最輕傷 她下午去到心涉治療部 見哥哥最後一面 其他家人也陸續趕到 疑犯62歲的舅父搶救一天之後 然至下午2時41分死亡 事態星期二下午 62歲的舅父頭部中槍 送院的時候已經昏迷 手術之後情況一直危殆 最後還是救不回 疑犯72歲的舅父膊頭受槍傷 送院的時候清醒 手術之後情況轉為嚴重 80歲的阿姨頭部中槍 送院之後死亡 死傷者44歲的兒生女 案發之後去到太古城中心四旗 被保安員和圖人折獲 趕到警員將她拘捕 警方在疑犯身上 並起相信用來犯案的半自動手槍 槍內還有五發子彈 疑犯在公園最少開了四槍 事後反恐特勤隊封鎖現場調查 機動部隊就在則如沖公園 地毯攜手殺滾彈頭 消息說疑犯任職保鏢 向警方說因為家庭問題 和舅父和阿姨爭執 繼而開槍 但卻拒絕透露槍的來源 據了解疑犯因為不滿 已故婆婆留下的南風新村物業 被家人侵吞 和家人在公園商談的時候 吵起上來之後涉嫌犯案 有線電視記者王浩賢報導